大家好 歡迎收看趨勢指標 那今天是7月25號 禮拜三 來 今天開低 昨天我就跟各位講了 請各位注意 我昨天有沒有跟各位講 今天會開低 有 你看昨天的視頻就知道了 郭憲政可以知道他開高開低 然後我可以事先預算 他那個點位 甚至高低點都會跟各位講 那我們看一下 加權的部分怎麼去看 那重點 今天大部分的偷顧老師 一定會講這檔股票 漢遜 對不對 因為他漲停板 那請各位注意 漢遜從111漲到今天151 我問各位一下 你看我電視節目 我一直跟各位講 我都說破線押回整理這次買 那漢遜當初在111的時候 我有沒有跟各位講 非洲斑麻 非洲斑麻什麼意思 歐北北 漢遜 漢遜 漢遜在這裡破線的時候 我有沒有跟各位講 來 證據在這裡 漢遜在這裡 我有沒有在節目上 我們的技術分析 都是押回整理碟市買 我沒看到的時候 我之前在131這附近買 我跟各位講 169我賣掉 為什麼這裡173 對不對 然後下來我就知道 哪裡可以買 111 我有事後講嗎 沒有喔 這用計算機就可以算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111 當初我這裡是 我做什麼動作 我都打個口 對不對 都打個口做記號 當初111 今天151 漲停板 我不知道各位在看電視節目 你是在看人事後 事後漲停板在講 或是漲上也在講 郭憲政 我已經跟各位講了 我都是在低檔買 你從頭看我電視節目 我都是在低檔買 我不會在節目上面講幾下 像今天很多人就會告訴你 你看喔 漢遜今天漲停板 我們昨天買 沒有證據啦 你聽一聽就好了 甚至有一些 今天跳空上來才買 那你想想看 你看 我在節目上 我事先預告給各位111 這是事先預算的功能 這種事先預算的功能 你哪裡可以學得到 KEER 個股 怎麼事先做預算 怎麼做調整 你要看這種節目才對你是有幫助的 今天呢 在台中的一位李先生 打電話 打電話到我們公司 他說 人家把我來看那個 就跟我們的助理講 人家把我去看那個郭憲政的電視節目 我覺得不錯 這個老師跟人家不一樣 他就是永遠實在低檔買 而且都算出來價位 他說他漢訊 他漢訊之前 再300多買 300多塊買 然後跌破200塊他停損出去 然後呢 他的朋友介紹他來看我電視節目 他朋友跟他講說 他看了這麼多頭顧老師 就只有郭憲政從頭到尾都是在低檔買 那這種老師應該節目可以看 可以跟 起碼他是破線壓回是在低檔買 這個老師不是在做生意 他是在告訴人家正確的一個 所謂操盤觀念 然後是為了會員好 為了看電視的投資方法好 然後他看了一段期間 他真的在漢訊在破線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這裡根本沒看到 我當初跟各位講 伊伊來到伊伊 非洲斑馬歐北妹 不好意思 他真的過在這裡等 他買了10張 買了10張 然後呢 今天就跟我們的助理講 他看頭顧老師從來沒賺錢 他參加頭顧老師沒有一個讓他賺錢 他竟然看我電視節目賺錢 我說老師他 他就跟我助理講他參加好會員 我說 你是不是來行的 來行還可以拐大拐 大行來還拐樓上 了解嗎 你要看這個事後諸葛亮嗎 今天很多老師會講漢訊 這裡有證據 我都打工做去 第一次在這裡 我第一次在這裡 跟各位講說 131要買173要賣 然後呢 這裡下來 我就真的在這附近買 然後這個點我賣掉 我也打工做去 因為173 前面就算出來了 對不對 然後這邊 OK 或許你會說 老師 你抓漢訊抓得很準 我跟各位講 我會抓漢訊 我可以抓比特幣 比特幣 他可以用K線可以算得出來 比特幣 最低來到5000多 現在在8000 當我知道 比特幣押回來 從接近2萬 2萬一枚 2萬美金 跌到5000多 大概5400 5500 我就知道 他對照漢訊 就差不多 我已經跟各位講過 我會抓高點跟低點 不是用彈力技術 聽得懂嗎 我沒跟你講比特幣 為什麼我知道 我現在跟你講 原來 原來郭憲珍 還要去算比特幣的一個 所謂的高低點 我跟各位講過的 我所謂的技術分析 什麼都可以算 這樣聽得懂 請舉手 好 OK 那現在在這裡 現在在這裡 對不對 這就是你如何低買 這種 三關駕先修班 我會教你 甚至你參加了賴豬群 我在賴豬群的時候 就在一一就講 漢訊 破線了 很多投資本不敢買 破線不敢買 這裡破線 有誰敢買 開低嘛 破線 哇 機會來了 因為請各位注意 主力作手 外資法人 高手 全部都是押回整理 碟式買 他不會漲上來才買 漲上來在頂多加碼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 2327 國劇今天漲上來 2492 華興科漲上來 來 之前這125 這國劇喔 125 我算1237 沒看到喔 我由前面這裡算喔 那下來 我跟各位講 941 這個點940 對不對 然後上去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 1309 這邊 1310 由這一段算 計算機就可以算出來 1310 那下去 你們眼睛都沒注意看這裡嗎 你沒注意看這裡嗎 842到787 這邊是短線多底區 那你注意看喔 這裡叫破線 這裡一條捏骨帶對不對 你看看 這裡 不看壞 破線你才看壞 這不是一條捏骨帶 你看看 破線很多人就在這裡看壞 不對 你注意看 我是這裡現在寫的嗎 我是現在把這個數字填上去的嗎 你之前都只看到這裡 你都沒有看這裡喔 好 現在彈身上來 這個低點 你以為我這樣子算嗎 我會算高點跟低點 不用單音技術 各位 看得懂嗎 看不懂 好 OK 那國劇彈上來 彈上來 我只跟各位講 錢多的歡迎買 它只是反彈而已 重點是 你不能在破線的時候 才看壞 你這裡要看壞 這裡我就知道會來到這裡 那來到這裡 破線以後很多人看壞 都看壞在這裡 然後現在彈上來 開始有人看好了 我已經在告訴你了 我已經在告訴你了 你有沒有注意看這裡 2492 來 華興科 這個高點 424 我算428到407 這個低點 我算319 這裡318 郭憲政如果是事後算的 你把我翻倒 然後這裡沒看到 告訴你490完蛋 對不對 然後來到這邊 然後來到這邊 又開始 賞戶這裡看好 然後呢 這裡破線又看壞 你都沒有注意看哪裡嗎 來 這裡一個358 對不對 那 在我的三關架 先修班 我沒看到後面 我沒看到後面 我就在交這一招 朋友看一下 339 那現在呢 彈上來 有沒有注意看這裡 看得懂的請舉手 就比如講8086 破線的 是不是很多人看壞 那之前 我就可以算得出來了 這裡就懶得跟各位講了 這 好啦 我會算到這個低點 我不是用單一技術 來 各位有沒有看到60.98 準最低到59.6 這邊 我在 禮拜一的時候有沒有跟各位講 我禮拜二會買 有 現在在這裡 這裡叫破線 破線所有賞戶 抗壞 好 加權在10523 抗壞 那我之前就講10514 上來我已經講10979到11024 我有事後者嗎 請各位記住 技術分析直接低點跟高點 沒有那個什麼站上多少 就看多 跌破多少 就看空 那個不叫技術分析 因為瞬間站上 已經漲上來了 那個 那如果瞬間跌破 跟你講又跌破 問題已經滿在1萬億以上了 記住 一個職務老師跟你講 直接講高點跟低點 而不是告訴你站上哪裡 跌破哪裡看空 然後補那個缺口怎麼樣 然後出量又怎麼樣 那個都不叫做技術分析 那個叫做模擬兩可 懂嗎 那你要學這種 事先預算技術直接高點跟低點的 找到了 找到了 到我的桃園 三關架先修班 為什麼 我加權高低轉折點 我有沒有事先算給各位 有沒有 你自己心裡很清楚 你要去聽其他 那頭顧老師那鬼扯懶蛋 就隨便你 好 OK 昨天告訴你的是這樣 短線上 我怕你做錯 這我是今天講的嗎 昨天講的 今天最低多少 10956 那高點 那高點老師沒有來 那高點老師沒有來 我能不能調 可以啊 怎麼調 怎麼調 90 還要我再交喔 90 再加10950 10984 10984 好再算一次喔 90 乘以 點382 等於再加10950 10984 有沒有 這不是90嗎 這個減這個不是90 90乘以0.382 對 34 10950再加34 不是 10984嗎 這是高點 這邊是低點 你會在這裡做多 你會在這裡做空 你這樣子 你這樣子 你是要贏錢的 我有工夫有技術 有預算技術 專門就收人家的 那你呢 你只是在賭博 你沒有三兩三 你怎麼跟人家拼搏啊 你只是想要說 上來你就上來贏錢 你沒有工夫 沒有預算技術 沒有製造 事先製造高低 你贏得了錢 你不要輸錢輸到 我賭博就不錯了 所以呢 怎麼樣 要學 座位有限 儘早報名 額滿就關門 而且我都有限定名額的喔 走到文主公來保庇 桃園的三關價先修班 座位有限儘早報名 這是 桃園地區的投資朋友 要求的 好 那我每一個所謂的 三關價先修班 都一定有設定名額 那名額到了 我就關門 就這麼簡單 座位有限 儘早報名 那直接跟著我們做操作的 今天會給各位 一個大優待 那我們8月18號 有針對 會員的部分 的 中 進階 技術班 那 學好幫忙想要賺錢 學技術的 想要 像我這樣可以事先 抓到高點跟低點呢 早跟晚你都會來 越早越好 我不是講過嗎 ASAP as soon as possible 越快越後 因為你戳落的時間 你一直在賭博 那我們懂得時間算 高低點 一直在吸你的勁 你一直在輸錢 這樣不是辦法 快點來 OK 反正我跟各位講 在台灣 只要你要學技術分析的 你幾乎都會來找國賢政 早跟晚 我的技術分析 都是特殊技術分析 需要幫忙 想要賺錢學技術的 或是要參加好賴豬群的 都有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現場 再跟各位繼續談 好 三萬家三萬家趨勢展 快速上手 精準明確 立馬會變高手 你可以算到高點跟低點 秉除你追漲沙鐵賠錢的習慣 那你一定要來 會扭轉你的人聲 座位有限 儘早報名 我教授的都是你 外面沒聽過的技術分析 這是做我獨步發明的know how 速播 02389 8689 02389 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顧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顧 022389 8689 2389 8689 您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啟發頭顧 幫您啟動至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諮詢這些 022389 8689 022389 8689 我們每天都事先預告 隔日的加權 不能預告期指 金管會規定的 你不能害我被罰錢被停牌 所以很多人說 老師 我看你那個預算加權 我看你要叫我們怎麼做調整 我現在都有信心 有信心 以前他不知道 他每天起來就要 鐵架倒菜 他就跟人家拚了 人家提起關情 你鐵架倒菜都 你日本兵你是怎麼贏 人不可能 那重點我為什麼 要每天預告給各位 第一 代表我有技術又有know how 這叫工夫 然後第二個 我怕各位做錯啊 那加權 加權指數的波動高低點 我有沒有事先跟各位講 有啊 這裡告訴你完蛋 這裡告訴你要看多 6月6號告訴你完蛋 轉折高 6月7號就做轉折高 7月5號告訴你賞戶抗壞了 你要抗好 隔天10523 這裡叫你酸 這裡叫你要抗好 然後在這裡我們跟各位講 1097911024會來 我差一點都講 沒來我給你們討 這高點10992 你怎麼拼還剪長 對 郭憲政10523有講 我如果沒有講 你把我拼倒 這裡1051514 老師路準查八點 你要怎麼計較啊 1097911024 這個高點之前前面算了 我懶得講了 想不想學 要 請各位注意 你學所有的技術分析 我跟各位講全市場沒有 你到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 只有郭憲政直接可以跟你講 低點跟高點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聽不懂 聽不懂你就擲槽 最功耶 對不對 2313 華通 這裡有沒有人看好 沒有 上個禮拜出席1.2 所有人看不好 很多人都買這裡 這裡很多人看壞 我看好 對不對 8086 來到這裡 很多人看壞 我看好 那我今天已經跟各位講 為什麼我在這裡買 的原因理由了 線型我打給你看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來 再來看一下亞光 很多人在這裡看好 我之前就講過了 這邊是不能買 那 上上禮拜 除席1.6 這裡 破線 看不好 我看好 全頭顧老師只有我一個 是跟人家顛倒做 現在 郭憲政已經變成 市場上流行 那全頭顧只有郭憲政 一個是在低檔買 你認同嗎 在低檔買不會受傷 不對 小賺小賠砍了 對了 我就賺一賺 6150 這裡告訴你破線 你看不好 對不對 現在在這裡 現在一堆人才在喊 不要去跟那個有執照的賞戶 好不好 聽得懂嗎 我是有執照的分析師 你不要去跟有執照賞戶 郭憲政的技術分析 都是我自己研發的 三關架很多人知道我發明的 現在很多外國人在用 那查出來竟然是一個台灣人發明的 姓郭明憲政 對不對 那你也注意看 你參加賴豬群我會給個什麼 雙關架 今天在這裡我給各位雙關架 我事先給各位明天的三關架 這日線也可以用周線啊 對不對 我給各位扣高低轉折 對不對 然後呢 均線 我均線才可以偏移耶 你外面可以學得到嗎 看得懂我的意思嗎 蛤 老師你5MA偏移5天 10MA偏移10天 22MA偏移一個月 有沒有看到啊 都偏移到 沒看到了 有沒有看到 前面就知道這裡有黃金交叉死亡交叉 黃金交叉死亡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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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得懂我請舉手 外面學不到 好啦 7月25號講7月26號 這短線的 短線破端都跟各位講 我怕你做錯 鎖定我的電視節目 那內行的直接來找我學 不然你到我三關架先修班 7月25號講7月26號 沒有人敢講 只有郭憲珍一個 我有沒有工夫有沒有技術 你自己心裡很清楚 只要在台灣想要學到 學技術的 早關完都會來找我 我已經點你了 現在很多人來找我 來找我的 沒事情 大賺小賺都是賺 那不來找我 你不知道輸到沒錢 只要說 老師我輸到沒錢 人家說你沒錢 還要找你而已 現在沒錢要怎麼 我只會告訴你一件事情 怎麼在圓兵北路 學那裡大小家 聽我的意思嗎 As soon as possible 可以到我三關架先修班 座位有限儘早報名 可以參加我賴豬群 直接參加我的會員 8月28號有進階技術班 好 今天節目就到此結束 自己好好想一想 祝各位明天操盤順利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